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够自登明、法登明 所以有时候我在读师父的附身集 或有时候在听师父在开寺的时候 我们生命道场因为常常会谈到 述食、放生、护生、焉供 这些观念有些人会认同 有些人会不认同 可是师父都一直在告诉我们 不要受外境的影响 我们只要觉得是应该做的 是对的 对众生是有利的 劳逸众生的 我们都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所以竹影少接沉不动 也是一样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受外境的影响 要兼注自己的正念 只要是正确的 就要坚持去做 那我们藉由这样一个很美的意境 藉由他提到 世中提到竹 那我们知道自然中 另外一项除了松伯之外 还有一个竹 我们讲梅兰竹菊 那竹也很受很多人的喜欢 所以我们来插座竹 那首先我们先放一个 这样的一个剑衫放进去 比如说我把一个这样的剑衫放进去 然后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有这样的一个竹子 因为这个竹子 我已经稍微先处理过了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取下来一截竹子 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个截打通 然后灌水之后 这个竹子才能够 叶子永保清脆 那我先把这个竹子 把它固定一下下 我稍微用我的剪刀 稍微把它固定一下下 那我呢 把这个叶子也稍微修一下下 因为虽然竹影很美 但是呢太多了也不好看 所以呢 针板桥曾经在诗中告诉我们说呢 一两三竿的竹枝 然后四五六片的竹叶 它说呢 自然酥酥淡淡 何必重重叠叠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在整理这个竹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让它感觉上呢 比较简单清零 这样脱俗的感觉 好 那我再把这边呢 再修一下下 好 我们先不要一次把它剪得太光 我们先 好然后这边呢 我们也稍微再把它剪一下下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竹影一飘过去以后 然后跟着整个画面的感觉呢 就是这么的美 就是这么的美 好 好那我们再擦好第一支竹的时候呢 我们接下来再擦另外一支的竹子 因为呢 在夏天呢 我们看到竹子 就会有一种很清凉的感觉 所以我再放另外一个件衫 而且我想呢 竹林呢 也是很多人所喜欢的 那自古以来呢 中国的文人呢 非常喜欢竹子 像在《诗说新语》里面呢 就记载着王维枝 也就是王羲枝的儿子王维枝呢 他非常的爱竹 在《诗说新语》里面记载的王维枝呢 有一次呢 他聚居在有人的家里 然后呢 虽然是很短期的一个聚居 但是呢 他还是 请人家在他住的地方外面呢 种了一排的竹子 那结果他的朋友就问他说呢 你只是暂住于此 这么短的时间 为什么还要种竹子 那王维枝就回答他说呢 我不可一日无齿君 他就是说 他没有一天 可以不看到竹子 因为我相信 竹子的青雅 那高节 虚心有节 中空有节 对一个读书人 对一个文人呢 表现一个文人的一个智节 然后表现一个文人的一个生命的风范呢 这个部分呢 我想王维枝是 自有他的心中的一把尺的 所以呢 他自己就回答说呢 我不可一日无齿君 好 那我把这两个竹子呢 做成一个像竹林中的感觉 那我再取这个竹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再稍微把它轻轻的翘一下下 好 那我再把这个小支的竹子呢 再继续往上插 好 那我们要插第三支的竹 但是我们会觉得这样的画面呢 会有一点点影响到 整个画面的感觉 所以我稍微把这个竹子呢 移到这个空间好了 所以有时候呢 虽然我们知道 这样的景呢 它非常的好看 但是因为有时候会 影响到我们 这个画面的感觉 好 然后呢 我把它稍微的 往下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看起来 似乎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竹林 虽然 本来希望它是左右两边的一种对称 那现在把它稍微做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 然后我们再加上前端的部分 也有一点点的 下端的部分 有一点点的竹 竹叶的感觉 好 我再加一支 好 然后我把这个叶子修一下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欣赏一下这个整个竹叶 不管它是从哪一个角度来欣赏呢 都是这么的 这么的好看 这么的美 好 那我把这些竹叶固定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就加一些这样的一个竹竿 因为 其实除了竹叶很美以外 那竹竿呢 我们刚刚谈到文人的字节 也就是说呢 事实上竹子呢 除了它外形的这个 这个中空有节 虚心有节之外呢 那竹子最重要的两个色彩 就是青跟白 那它也象征 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风范 就是清清白白的 干干净净的 所以呢 我们在擦的时候呢 我们就善用它 所以现在呢 我把这些竹叶都加上去了 那各位爱华菩萨 现在可以欣赏一下 如果真的太长 我把它修掉 因为要旋转 让大家欣赏 所以我把它稍微修一下下 那我们从这个空间中呢 就可以看到 这个竹节加上这个竹叶之间 所形成 构成出来这个空间的一种感觉 那这样子很单一的一个竹子 是一种很美的意境 那我在下段呢 我加一点点有色彩的 有色彩的叶子 比如说 接下来我用的这个是 南天竹 那这个是小盆子栽的 所以各位爱华菩萨 如果说您有机会到 那个麦盆栽的地方 您也可以跟它 订购这种小叶子 因为 我们整个竹叶呢 它都是绿色的 那我们加一点点 这个南天竹的叶子做后段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色彩的一个应用跟变化 好 我们把它稍微调一下下 整个感觉 好 那我们再把叶子修一下下 看一下下这整个感觉 因为呢为了方便插座呢 我还是把这个竹叶呢 稍微的减少 因为本来是希望 给各位欣赏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美 可是因为我们这个 转盘有时候需要旋转 好 那在这个下段呢 在这个下段呢 我加一点点这样的一个 猕猴桃 那 其实在一件作品中呢 我们有时候去展现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呢 因为 我们这个主题 我们称它为 竹影 少接沉不动 所以呢 会有一些外在的一些 不同的生命的情境 好 那 比如说竹子本身呢 它是很绿的 然后猕猴桃的这个枝梗呢 它是 另外一种 虽然一样是线 可是它一个是直线 一个是曲线 那两个之间的一个 重叠运用 好 我再剪一段的 这个猕猴桃 那各位阿博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即使是 这一支的猕猴桃 它没什么的 没什么 果实 没什么枝梗 但是 它光那个线条呢 也是一种 很特殊的一种美感 好 然后我用很自然的方式 让它在这个水里的感觉 好 然后呢 我们看看这一支 好 在这个作品中 产生一些变化跟运用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呢 虽然 我们很喜欢 很清净的一个潭水 但是我们知道呢 在红尘中呢 我们不可能 事事都是 这么的没有干扰的 所以 我们另外一边呢 就用一些 这样的弥火藤 所做成这样的一个空间 是不是 看起来觉得 很特别 也很好 很有 很有奇趣 好 那我们现在在下段呢 也就是在我们的 建山的部分 做一些修饰 好 那我选用了一些 这样的一个 绿色的一个叶子 来做下段的部分 好 那我们把这些呢 修短短的 慢慢的去补这个空间 让这个建山呢 看起来不会这么的明显 好 那也增加下段的一种 绿意的感觉 好 那我们把这些 这些绿色的叶子呢 慢慢的把它补起来 这些叶子呢 是树兰的叶子 那这个树兰的这个花材呢 也是 在夏天呢 非常 非常香的一个花材 因为这个大自然 真的是非常的曼妙 也就是呢 其实 反而是夏天开的花呢 都有香味 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 可是夏天有很多的香花 都在盛开 比如说夏天有茉莉花 还有很多的玉兰花 还有像树兰啊 还有叶香木 就是很多的花材 都是充满的香味的 所以当夏天的晚上呢 我们在大自然中散步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闻到一阵阵的这个香味 从每个角落传过来 好 我在下段呢 加了一些的 这样的一个树兰 那当然呢 树兰也是其中的 一个很香的花材 好 这个绿色的这个叶子呢 不在这个下段 那透过这个水的清澈 我们就可以感觉出它 另外一种美感 好 我们再把侧面加一下下 所以有时候在插座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享受 因为这样子小小的一个叶子 但是它是这么的深意盎然 好 然后绿油油的 就会让我们的内心呢 觉得非常的 非常的喜悦 而且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呢 就觉得 那个心情也跟着好像 很 就好了起来了 好 那我们把这些叶子呢 加在下端 好 好 好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作品 我们再试试看 是不是需要加一点点小花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作品呢 它是 藉由这样的一个 一根一根的这个竹竿 然后呢 再加上一些细细柔柔的竹叶 那 在我们 传统的 文化思想里面呢 我们讲 中和之美 所谓的中和之美呢 就是 要有刚柔病激的感觉 比如说 我们看到这个竹子 它的竹竿是一种很 坚强 刚毅的美 可是它叶子呢 是一种 很细细柔柔的一种美 所以刚柔病激 就是一种中和之美 那同样呢 我们在看到梅花的时候 也是一样 梅花的滋干也是它 非常的 刚净有力 但是梅花开出来的花朵呢 就是非常的 清新如水 非常温柔如水 然后 彼此之间 也形成一种 刚柔病激 中和之美 那这也是 我们在传统思想里面呢 非常欣赏的一种意境 那 竹子本身 也具有这样的一个 特殊的情操 好 那我再下段呢 如果 我觉得需要一点点颜色呢 我就加一点点小花 比如说我现在呢 我用一点点这样的 这个小菊 好 这个金色的小菊 加在下段 好 我把它拔一下这个叶子 因为它的叶子比较大片 好 那我加几片的叶子 好 我们 不要加太多的颜色 免得把这个原本看起来 非常好的意境的一个花呢 因为太多的 本来一种很宁静的一种美感呢 那加了太多的话 就会看起来比较喧闹 就没有那么高雅的一个意境 好 我再下段呢 再加一个后面的部分 好 好 好 那我们把这个作品给完成了 好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件作品 好 我们藉由这样的 几片的竹叶 跟竹竿 来 好 我们再把它移一下下 这个整个空间的感觉 好 好 那 我们藉由这样的挤竿的清竹 然后 插座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圆盘中 我们把它定名为 竹影扫接 沉不动 那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自己的内心呢 都能够 就像 六祖慧能大师 告诉我们的 菩提自信 本来清静 淡见真心 直了成火 不要随意的 受到外境的干扰 而影响了自己的道心 那 愿此香滑 天满四方 供养三宝 富华龙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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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完我们刚刚那一件 竹影飘逸的这个空间中呢 我们接下来再做另外一件小作的作品 那我们知道呢 在中国历代的文人雅士中 非常多人爱竹 那我们知道呢 镇板桥呢 他特别是爱画竹的 那我记得镇板桥有一首诗呢 他说呢 四十年来画竹枝 那日间挥洒夜间湿 陈凡宵敬流青寿 画到生时时熟时 所以他对竹呢 几乎是日以继夜的 那很用心的去揣摩 所有的这个竹的感觉 好那我们在看完 这样的清清碎竹的插花之后呢 那我们也尝试的来用另外一种 以竹为主的一个插花的方式 比如说各位爱画的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前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花器 那这样的这个器呢 是仿中国古代的一种 一种的那个器皿 他所制造的 而且他上面的雕刻呢 文饰呢 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很难想象 他是用竹子来雕的 他利用竹节 弯曲的一个变化的空间的地方 来雕出这样子很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花器 那有时候看起来呢 就觉得非常的感恩 因为我们在插作花的时候 除了发觉说 这些农民们的用心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每次我们都需要一些很美的花器 那这些花器呢 我们看到像这样的竹 我们刚刚插的是这样子的清清脆竹 那现在 搭着这个老竹的时候 那他又有另外一个生命的风华出现 好 那我们试试看像这样的花器呢 我们怎么插作 那今天呢 我想跟各位爱华菩萨示范的一个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插花的方式 因为像这样的花器 我们很适合放在家里的书房 那或者家里的角落的地方 比如说我像一个这样的一个花器 然后我如果说呢 我放一个这样的一个笔衫 这样的一个笔衫 然后我把它放 然后放一支笔 放一支笔 然后呢我加一个印章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如果说我希望呢 他的感觉更特别一点点 像我自己呢 比如说有些人呢 如果说有跟我约好 要来找我来拜访我 然后呢我就会很用心的呢 把家里呢 布置的美美的来欢迎他 因为这是一种礼貌 也是一种礼节 好比如说我在还没有插花之前 然后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即使没有插花 那我们用这样的感觉放上去呢 就很特别了 好那这样子之后呢 我就可以开始去插作我这个作品 那比如说呢 我今天呢 我把这个移过来一点点 好 然后呢 我选用了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拖鞋栏 所以各位爱华菩萨可以发觉 有时候我们去花式 看到这种拖鞋栏会很喜欢 因为它很特别 好那我把它的根部呢 水草先拿掉了 然后接了一支这样的一个枝梗 然后呢 我就把它插在我这一个花器上面 好那我们看这个拖鞋栏 好我把它插上去 好 我轻心的把它插上去 那您可以选到适合拖鞋栏的角度 好我再把它试一下 好我把这个枝梗也剪一下下 那我在这个花器里面 放了一个小小的剑衫 好 好那这样的一个拖鞋栏呢 它就感觉上很很清新脱属 那接下来呢 我加一支这样的一个海芙蓉 就是说如果您觉得有任何的枯木 您就可以随意的加上去 其实以这个花器来讲 它不加也蛮好看的 因为它本身的那个雕饰纹饰 已经很特别了 不过这块海芙蓉 它跟它的搭配 感觉上还是蛮好的 蛮曼妙的 然后就是蛮协调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上去 好那我在下一个 那下段的这个地方呢 我想 因为它这边还有一个空间 那各位阿拉伯特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这样的蓝草 那有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说 嗯 我们喜欢梅蓝竹菊啊 这样的感觉 四君子花啦 那我们有蓝啊 然后有竹啦 然后就可以加一点 也可以加一点蓝草 事实上拖鞋蓝本身已经很OK了 那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点这样的一个蓝草 比如说我们试试看 看看是不是 虽然已经有拖鞋蓝了 不过呢 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点这个蓝草 因为蓝草它会有一种飘动的感觉 所以它也会形成一种画面的线条的一种美 好那我们把它试一下下 好 好一点点线条的感觉 好 那我在这个空间的地方呢 我加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花材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一颗这样非常可爱的 我们称它为马拉巴黎 那这个马拉巴黎呢 它其实呢 是很多的花商非常用心的 各位可以看到像我手上这样的一个盆栽 它的价位很便宜 只有几十块钱而已 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花商很用心的 这些花浓很用心的 把这个马拉巴黎打出一个很漂亮的解释 然后有时候我会把它买回来 装在我自己的那个小桃的花器里面 然后呢 很特别 然后呢 我如果说一般的时间呢 我就会把这个呢 譬如说我把土拿掉了以后 如果我想用它来擦花呢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我就可以放在侧面的地方 我们试试看它这个感觉 好 我随意把它放进去找一个角落的地方 把它放进去 好看一下这个角度 好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个马拉巴黎呢 也用上去了 好那各位阿哈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拖鞋栏本身 跟这个花器之间形成的一种 画面的一种美感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 再把整个作品呢做一个摆饰 让它感觉上很具有一种 文人的一种艺术的气息 好那我们知道竹呢 我们说呢 中国人自古以后就非常的爱竹 所以我们讲红梅节子 绿竹生孙 所以竹子呢 他除了文人觉得他的那个高风亮节之外呢 他也象征一种子孙的绵延 所以在自古以来呢 很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那在想到子孙的绵延呢 就想到就让我想到红一大师 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问人家说呢 他说一个人 当你想要严寿吗 或者你想要你的病病育吗 就是说病早一点好吗 或者你想要得子吗 能够有孩子吗 或甚至你想要无难 无难就是不受任何的困难的磨练吗 他说如果你希望这些事情 能够诸事顺利的话 他说唯一最好要做的事情 就是素食放生 所以我们呢 藉由这样的一个竹 那也来回到我们这个主题 就是现在的时代 就是节能减碳救地球 然后素食护生救生 从竹中呢 也给我们一点点的启示 那愿此香化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化隆天 普勋众生 共祿佛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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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进成对 阿弥陀佛 他的忍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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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红阳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红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呢各位就要放生 不失 超度 失识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顾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今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食食 也就是持斋 不舞不食 随喜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 不丹慈悲之旅